绿狂和余大宝来开球 好了 这场比赛正式开始 这是中超联赛的第17轮 2014赛季的第17轮 整条后方线已经压过了半场 关队的阵型团得非常紧 周挺这一脚 传球直接打到了对方的身体上 布鲁诺 布鲁诺打球 朗正干扰了一下 但是没有断下来 这边还有 周通啊 对 目前的关队的进攻呢 是欠缺一些组织啊 这是因为二宾的这个防守 确实是做得不错 好球 这球反断成功 张旭这把球敲给德阳 德阳已经进进区了 传到奔前 还有少嘉一 少嘉一的身位被对手抢住 对 交给朴成 还是这边 周挺再转过身来 大门 周挺就是大连级的球员 这一脚拿球之后的转身呢 由于没有防守队员限制 所以周挺打得非常从容 在比赛之前呢 这个工人体育场是浇了一些水 其实 这个场地呢 也是双刃剑啊 刚才有几次传球 都是因为好球 感冲 都是因为场地太滑 哦 哦 张成东队叫传球 非常精准 直接传到了德阳的头上 德阳和少嘉一 今天打的 其实是一个双剑 嗯 低平就传到进区里 这个解围虽然出来了 但是国安队还可以控制 哦 腾大了 这脚腾大了 但是还有 再传 几回 哦 转身 打门 还有补射吗 啊 最后是挨迪把球补出去 哦 哦 前叉 哎 二名这一次不错 传到原点 大门 哦 现在又是陷入阵地战 啊 一定要注意啊 这种传球非常 对 非常小心 布鲁诺的边路拿球 这时候国安队防守 还没有完全到位 注意到进区里边了 哦 是谁 啊 周庭啊 周庭 大宝来干扰杨志的出击 徐云龙在旁边保驾 哦 非常危险 哎呀 这第二反应稍微有一点慢啊 混乱当中这个球还是丢了 注意对手的反击 第一时间对对手的限制还不错 但是对手三个人又打上来了 哦 还好周庭没有发现这边布鲁诺 哦 其实这是国安队 对争夺联赛冠军的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我们主场都没有能够拿到足够的分数 这个挺可惜的 来看 这球过来了 马继奇 分到边上 张希哲 马继奇 倒地很痛苦 张希哲传过来 邵嘉一投球再回座 哦 张宝宇很聪明啊 这下 对 四场比赛对手呢 是少打一场 他们只打了三场 因为球鲁诺他们第三轮就被淘汰了 没有打第四轮 哎 音乐 哦 机会 啊 又是越位 这球 蔡凯宇已经举齐了 是越位 哎 这第一下没有解围到 布鲁诺 布鲁诺 速度冲起来了 这是郎正 再传到门前 打门 哦 姚城普房把球打出了边线 这时候费祖拉乌要上场 他赢得了非常罕见的欢呼声 他换嫁了29号老将邵嘉一 邵嘉一作为一个30多岁的球员 他的体能确实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跑动6.4公里 比赛才打了55分钟 邵嘉一 跑动也达到6.4 被换下 费祖拉乌上场 也是打中场 头球顶回来 打完 好漂亮 调成 比赛的第57分钟 场上的比分终于被改写了 调成 这是调成本赛季的第一例进球 对 调成本赛季的第一例进球 调成本赛季还没有在任何一项赛事当中打进过进球 再来看一下慢动作 是郎中 郎中后退的过程当中把球 稍微蹭了一下 这下变相很关键 调成的第二落点判断非常 对 阵型还是4-4 好球 切进去了 德阳在座 打门 注意进去 危险 球进了 球进了 布鲁诺 在前点有一个变相 布鲁诺也是在门前的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足球这脚任一球 又是任一球试分 这应该是 巴克曼在前点的后蹭算是 巴克曼这一脚非常聪明 直接改变球线路之后呢 让整个防守都出现了混乱 还是打前点 出来以后张细哲 进距离 这个球没有打门 调成 一直把对方压制得很深 再传 周顶这个球已经没有传球的空间 投球 投球进了 费阻拉乌 21号费阻拉乌 还是延续了之前的 这个21号的幸运号码 果然是21号上场之后就有进球 张冲在 这个接球的时候啊 手碰到了球啊 但是让这个球变相的幅度不够大 费阻拉乌的这个投球能力非常强 果然是锐超出来的射手 你看这个 他身体 对抗这一下 对抗能力非常强 一定要小心 超成 小阳 二次赎阻拉乌 继续打右边 还是能够传出来 打门 好漂亮 球进了 球进了 费阻拉乌 还一下两个啊 不仅进了 而且一下两个 费阻拉乌 在工人体育场拥有了一个梦幻的开始 确实不愿位 这香炸球不愿位 对 德阳的传球非常聪明 而费阻拉乌在禁区里面是非常冷静啊 绝对属于射手型的球员 对 所以 这个锐超联赛射手榜第二位 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 现在场上已经想起关的对歌啊 就证明这场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 还有 还有费阻拉乌打门 帽子 这是陈志招 陈志招 陈志招 陈志招的进球出现在商品补时 这样场上的比分也变成了4比1 大连尔滨的防守已经完全松懈 而这一下的助攻是来自费阻拉乌 嗯 选择了一个进角 费阻拉乌的一个直C啊 哎哟 这个传的也是恰到好处啊 两舍一船啊 费阻拉乌的手秀简直完美之际 主赛办马宁的结束哨声吹起 这场中超联赛第17轮的比赛 北京国安在主场对大连尔滨以4比1的比分 大获全身